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 这两天啊 就是有一个事情呢 其实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被这个乌克兰 这个攻进库尔斯克州的 这个俄军啊 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他们正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总司令李乔明上将 到达这个俄罗斯去指导 啊陆军的工作 啊向中国在取经呢 那有的那有的人说 呃这个中国还没打仗呢 这个俄罗斯啊 都是在这里开仗啊 他们应该经验被我们奉奉 为什么向我们来来讨经验 啊 这那难道不是全体 dans它 这就看一看啊 据俄美引述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尔 福蝌明 二的日在莫斯科与中国解放军 陆军司令员李乔明会面 双方讨论了当前两国 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议题 呃 中国在俄乌戦争中的角色 屡受各界质疑 前面普遍视为骗到俄罗斯 美国等西方国家除多次警告中国切勿以军事支持俄罗斯 更曾提出相关证据至于中国暗住俄罗斯 而乌克兰日前一改首饰 突袭俄罗斯领土 让俄方倍感压力 也使中国此次讨论军事合作受到注意 那么大家要知道 这次是国务院的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也是中共的二号人物李强 那么到达俄罗斯 去参加第二十九次中俄总理的定期的会晤 那么中俄总理定期会晤 是一直以来的一项传统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这次像越共的苏林首访选中国 中国的领导人一般应首访都是选俄罗斯的 跟这个邻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李强总理到俄罗斯 去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俄罗斯呢 现在我说过正在成为中国的加拿大 以前还有网友发私信 说我在这里搞标记党 这个俄罗斯怎么可能成为中国的加拿大呢 那你现在看时间是检验一切最好的效果啊 你看看现在俄罗斯是不是越来越像中国的加拿大了 至于美国至于加拿大这种关系 你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 但是你的这个综合国力 你实际上是个二流国家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 对不对 而且俄罗斯它是遇到很多的结算的麻烦 我们不可否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霸权依然是存在的 对吧 但是现在人民币的结算 我看了看啊 现在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四点七七几了 也就是说人民币成为全世界第四大货币啊 是仅次于这个美元欧元英镑 那接下来就是人民币了啊 日元已经被我们超越了 之前我们还是不如日元 那现在逐步的在上升 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几啊 那么这些就是在中俄的这个框架之下啊 无论是在经济框架 还是在这个框架 这个提倡的所谓的不用用本币来结算 那俄罗斯也是啊 在支付困难中的背景之下 已经是做出很大的这个 这个啊 牺牲了 来造就中俄的这种关系啊 当然它现在也是离不开中国的 我说过双头鹰啊 必须要砍掉一只脑袋 让另一只脑袋向东看啊 就这么简单 那么跟西方呢 就处于这样的这种敌对的这种关系啊 而且这次 由美国的军事人员 直接都是跑到了俄罗斯领土上面来了 呀 而且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情报 对吧 而且乌克兰的军队在库尔斯克州 直接的 它的控制电视台 在俄罗斯全国的新闻节目当中 播放乌克兰军队 攻打俄罗斯领土的画面 当然 俄罗斯有它的这个考量 它要想要把它诱敌生路 想要一通见面 但是呢 确实目前俄罗斯 多少年以来 在苏联以后 它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样的一种军改 还是那种 苏联的那种训练体系 这个相当于什么 就他们缅甸 大家知道缅甸的这个军政府 为什么作战能力很垃圾 因为缅甸的军政府 现在的教材和现在的军事体系 还是英国人和日据时期的这个体系 那你说多过时啊 中国都当年都已经摒弃了苏联的 这种大陆军大集团的这种作战这种方式 对吧 而俄罗斯现在还是在利用 还是在这种旧有的这种陆军的 这种思想 所以说他们确实 你说他是打政治仗也好 你说他是诱敌生路也好 但是他的这个军队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 而且问题还很大 所以必须要把之前传闻 担任中国联盟解放军北部战区司令员的 李乔明同志 当时是被海外的这一些 臭不要脸的这些黑奴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你看 黑中国的黑神话 这个悟空的这些人 我给他们起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外号 叫黑奴 他们这帮黑奴 不论是境内外的黑奴 是黑奴就要回到南方的种植园里面去 希望那皮鞭去抽打他们 所以我说过 我们这个国家要吓得着 这个这个狠心啊 你境内哪些人天天到晚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水军在这个发帖子 在这里在这里黑 把他们通通给他关起来 中国现在也是啊 很多地方需要建设的 你还要挖导弹发射井了 让他们去内蒙古去挖导弹发射井去 啊对不对 中级屋铁路 全部都把他们赶赶过去 去免费建造中级屋铁路 翻压铁路都是需要人的啊 嘴巴黑的没没屌尸干 我看到有些黑子说啊 还还也都不避讳了啊 现在这些币都不避讳 说上个月的电费都交不起了啊 网费都交不起了啊 穷成这个币啊 只能去当黑子去了啊 领这个美国的五十万 所以说他们之前吹牛逼说 李乔明带领北部战区三十万大军 还是四十万大军直奔天津卫和北京城来 后来我说过这是吹牛逼的嘛 后来李乔明坐在那边开会 他们说李乔明已经控制局势了 故意的坐在这个第二排 在坐在这个台下再开会 实际上已经控制大局了 习近平被软禁了 习近平被关起来了 那么现在这个后来这个李乔明 在升任了陆军司令员 北部战区的司令员 为什么能够升任陆军司令员 因为北部战区的实力是很雄红的 中国所有集团军里面 你听上去北部战区好像 没什么声响 但是中国的重装备 全都是在北部战区的 而且北部战区跟俄罗斯 拥有丰富的联合军演的 你中国军队到俄罗斯去搞什么联合军演 和平使命这些 基本上都是北部战区出动的 所以说李乔明 他跟俄罗斯 他非常熟悉这个俄军 也熟悉俄罗斯的一些建制 所以说现在 他作为中国陆军司令员 跟随这个李强 这一次一起到俄罗斯去 也是俄罗斯 也是想请教他 你说一个副国务部副部长 去请教他 就是说你这个陆军 现在这个打到底要怎么打 对不对 其实俄罗斯之前打仗的这一套思想 现代化的一些思想 一开始他不是这样的 一开始他也是打击船作战的 后来是跟中国频繁交流以后 中国跟他们讲 你要用这个电子战 你要用这些乌龄机 你要用这一系列的 才能够打得赢 而他现在还是有一点什么 太笨拙了 他没有清凉化 他没有银群作战 这个设计上也是他们的一个软肋 有的时候不是说中国没有打仗 经营没有俄罗斯丰富 可能实战经营没有俄罗斯丰富 实战其实也就是杀人和不杀人的这种区别 但是你看 我就是在阿富汗 我看到塔利班 他们也杀人 他们也杀过很多人 也杀过战场 但是 他们却缺乏一些 很优秀的一些军事思想 之前他们为什么打赢美国 因为他们也在学习毛主义 农村包围城市 他们才获得了成功 对吧 但是你是有实战经验的话 同时你还要有什么 要有新的一些军事理论 但是在中国的这一块 是做的是不错的 你现在看不到中国的陆军 以视为建制的 对不对 全都是以旅为单位 以营为单元 所以说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这种战法 你是新式武器 你要怎么样去配合 怎么样去打 不可否认 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军事实力 确实是在走下坡路 包括他这个苏武器 到现在他都没能飞起来 中国歼20都飞了多少年了 对不对 马上都要搞六代机了 他他妈苏武器还没 还没飞起来 所以说他确实 资金技术能源 各方面 综合实力 他确实是有下滑的 所以说 他必须把李乔明叫过去 让李乔明去指导 他们整体的一个国防的 一个军队的 陆军的一个建设 他们的陆军确实出现问题 海军你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支持俄罗斯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在这个地方 包拢俄罗斯的一切 他有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指出来 那么李强呢 现在也在这次俄罗斯 一个是巩固了中俄的之间的贸易 生意往来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俄罗斯的总理 米苏 跟李强讲 说中俄要共同去开发一款游戏 中国的3A大作 俄罗斯那个叫什么米哈游公司 对吧 也是做得很不错的 两者要结合起来 中国的黑神话悟空 两者要结合起来 做这种大型3A游戏 因为3A游戏才是什么 检验你的文化水准 你的技术水准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指标 所以说中国跟俄罗斯 要联合起来搞 我觉得现在你搞一个什么 二战的一个什么游戏 搞一个什么 这种这种谍报 跟美国谍报的这种什么游戏 或者战争那种游戏 这非常有必要 非常可以可以搞的 所以说这个合作空间是很大的 所以说双方不仅在军事 在其他经济方面合作 在游戏领域文化领域 也是要有合作的 对不对 你俄罗斯的东正教 是基督教之正宗啊 对吧 你像那个孙海英 吕立平他老公 他信的那个是什么教 他信的那个是邪教 不是基督教 你信基督教 你说你自己是正宗的 你天主教都不是 你新教跟别提了 对吧 他信的那个东西 什么马丁路德改革的那种新教 那本身他就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到底信的 是不是马丁路德改革的那个新教 对吧 鬼他妈的才知道 他信的是不是什么邪教 所以说在文化上 要结合中华文明和这个东正教 基督教之正宗的文明联合起来 共用开发一款游戏 同样的 李强也到这个白俄罗斯去访问 白俄罗斯也差不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了 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加拿大 白俄罗斯成为中国的一个第32个省了 我看这个状态 是有这种趋势啊 对吧 安全跟经贸所有的一切啊 全部都是什么 都在进行这个啊 非常具有规模化的这个合作 中国和白俄罗斯发表联合公报 同意加强贸易与安全地合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白俄罗斯总理 哥洛夫勤科 在明斯克会晤后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同意在贸易安全能源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加强合作 中文交部星期五报二次发表 中华联名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根据公报内容 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白 全天后战略伙伴关系 及两国各领域合作成果 并重生 将近两国元首共识为根本遵循 密切高层交往 扩大互利合作啊 俄罗斯跟我们是什么 全天后的 全天后的一个什么 战略局的关系 所以命运共同体啊 全天后呢就是命运共同体 巴勒斯坦也是全天后的 命运共同体 对不对 所以说我接下来抽一趟时间 我打算去趟白俄罗斯 给大家去看看 我也想去趟布列斯特 去那边住个一段时间 白俄罗斯也是还是不错的 我上次其实去看极光时 我就想去啊 只不过是去了白俄罗斯 我飞机还是在莫斯科飞 我还得办一趟俄罗斯签证 特别麻烦 我当时应该办个多次往返的 后来相信俄罗斯这个地方很有魅力 他这个地方去一次是不够的 他可以去多次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中国 在积极经营这个东欧 积极经营这个东欧 非常非常不错 非常OK嘛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